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比起前两天的话都是五六个县市 看起来来的好一些 不过中午前后还是一样 大概会有32到34度左右 这样的温度有比较好一点点 没有那么的热 但是也还是没有那么明显的秋凉 只有在早上跟入夜 比较晚上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微微的凉意 所以防高温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其实比较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有深夜所发布的大雨特报 它是来自于台东跟屏东 是气氧局在昨天深夜的发布了大雨特报的 大概来说的话 在未来这一两天 东部地区跟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 尤其是在菲律宾的南方海面上 这个部分的话看起来它会形成台风 这个台风的话会在礼拜五之后 大概就礼拜五 等于是周末到国庆日的廉价 大概这几天的话会比较明显的成为台风 对台湾来说当然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在北部东部跟南部地区的话 等于是我们的右手边这一道事实上都还是会有一些蛮明显的降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尤其北部跟东半部是降雨的热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廉价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东半部是降雨热区 但西半部就是空污热区 今天事实上最值得注意的是空气污染 目前看起来的话 从竹苗开始 竹苗中部地区的话都已经是红色警戒了 那云嘉南的是橘色提醒 好 所以这个空气品质真的还蛮糟糕的 这个秋天的感觉都还没有那么的强烈 而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明显的空污 好 所以这有关于今天天气空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让你出门的时候有个参考 好 看完这个相关讯息以后 接下来要看的一样的就是疫情 疫情的话 嗯 就是差不多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看起来在趋势上面来说的话 就染疫数来说是微微的 这个微微的上升 今天的话是41万 七点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还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话是持续上升中 我想其他的地方看起来 有些就是缓步下降 那像是东南亚蛮明显的 但是美国的话 持续上升到今天又是来到了9万多人 所以接近10万人 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 比较值得双脑筋的是 他们的死亡人数相对来说 不像欧洲的这么的平缓 他们是1800多人 似乎新冠肺炎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几天都在上升中 而且死亡的人数 看起来都比过去上个礼拜 来得更高 我想这是目前美国面临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北美之外的话 巴西是1千1万7 那再来的话 英国的欧洲部分的话 今天也是比较值得注意 据说在上升的状况里面的话 美国是明显上升 再来的话 欧洲最近这段时间 也有扩散的一个状况 但是扩散的话 如果说是打疫苗多的国家 目前看起来相对来说 就还好 他们就决定了跟病毒共存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有一些像是什么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他们相对来说 疫苗的覆盖率就没有那么的高 就当他们扩散的时候 就比较担心可能会造成一些医疗系统的压力 还有一些比较是重症死亡的状况 好 那所以大致来说的话 就今天来看 欧洲已经有四个国家是破万的 比起先前有那种维持都是英国法 英国俄罗斯来说的话 当然现在看起来是有些比较值得注意的 好 那这个部分是五个国家破万 当中的话英国是39,000 俄罗斯是25,000 那罗马尼亚跟乌克兰 这个都是最近新加进来 而且比较快速的疫情扩散的国家 罗马尼亚的14,000 乌克兰的12,000 那先年讲到的塞尔维亚 今天是7天多 那另外的话 德国今天也又是回到比较高的 染疫的状况 今天是11,000多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 所以就整个今天欧洲来看的话 是看起来比起前几天的12万13万 今天是跳到了15万多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 所以就是目前欧洲的状况 那相对于美国跟欧洲 是有点比较看起来 这几天有一个蔓延持续蔓延的状况 在亚洲地区相对来说的话 最近大部分都是缓和下来的 除了我们看到土耳其今天是3万 3万0400多 最近最近都是什么2万8 2万9 3万 大概这个样子 那所以等于是没有 这个等于是因为居高不下 这个在一个跟病毒的僵持 其实土耳其 那其他的话呢 稍微都是比较缓和 包括伊朗1万 那印度是2万2 那东南亚国家的话呢 今天一样持续的是维持好消息的 是在万以下 所以菲律宾9800 泰国9800 越南4300 大概是这个样子 今天马来西亚没有数字 所以这个就东南亚国家来说的话呢 是一个相对缓和的状况 包括日本也是 而日本的话呢 连续这几天都是降到千以下了 这个今天是982个人 好 所以亚洲地区如果说要说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那就是新加坡跟南韩 所以新加坡的话呢 它持续的采取的跟病毒共存的策略 所以它是 但是它的疫情就持续性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扩散的 我们这两天也特别提到了 他们的事实上是有一些群聚扩散 但是呢 他们的相应的态度是打算要考虑 是不是要去追加第三季的追加强针 那并没有要改变他们的防疫措施 那当然再来就对于整个医疗体系的话呢 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不过说是这样子说啊 我看这个昨天中国大陆方面已经发表了一些呼吁啊 呼吁什么呢 呼吁新加坡啊 就是中国在新加坡的人民不要没事回中国大陆啊 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过去这几天 觉得新加坡的疫情呢 稍微的上来了之后呢 其实从新加坡出境的啊 这个入境到中国大陆的不少被检测出来是阳性啊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中国大陆其实严守边界来的蛮提防的啊 所以就呼吁啊 这个新加坡的公民啊 这个嗯 这个紧张的时刻啊 这比较紧绷的时刻啊 未必需要出国 而且尽量减少到中国大陆去啊 所以呢 这是新加坡的疫情呢 起来之后啊 引发了邻国的一些反应 那另外就是南韩啊 这个南韩今天的话呢 所以2027个人呢 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 那这个中国26台湾5 那OK 所以那这个目前看起来是亚洲啊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是比较平缓一点的 好 那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 台湾也是连续好几天都是清零了啊 但是呢 在昨天有一例比较值得关心的是 他事实上呢 是我们的国籍的副基师 那但是呢 因为他是从境外回来 所以是目前是被列在境外移入了 那我想呢 呃 这可能比较啊 就这段时间境外移入的还不少 就从国外回来的还不少啊 所以这么当然就是我们的严守边界 这部分还是要提高警觉一点一点哦 尤其在我们的疫苗还没有那么打的普遍之前 但今天啊 这个例子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个啊 他是算相对来说轻壮轻壮辈的一位女机呃 女富基师四十几岁 那他的话呢 已经打过两剂的莫德纳了 所以等于是很明显的免疫逃脱 突破性的感染啊 那呃 这边看起来事实上 包括华航 包括长柔都说了 他目前来看的话呢 对机组人员的施打 大概都已经呢 呃 几乎到了这百分之97了 98了 都打过两剂的啊 这个至少两剂的疫苗了 所以坦白说 他的覆盖率算是啊 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打的 就是所谓的第一类啊 这个部分呢 算是在最前线的啊 打的还蛮就打得好打得满了 但是呢 显然的啊 这个打得好打得满 也还是会有状况 那呃 他呃 在自主管理的期间啊 其实接触过孩子啊 所以目前他的孩子所处的国小 已经预防性的停课了 那然后的话呢 他接触过两两个吧 呃 两个呃 职场的接触者 然后呢 四名的同住家人啊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都在呃 这个职场的接触者都是阴性啊 然后的话呢 家人的话呢 都在居家隔离了 好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都是阴性这件事情 也变得有点点诡异了啊 因为呢 有关于这位呢 呃 女性妇妻师啊 她其实在今年2月份 就是打了第二季的莫德纳 然后呢 其实因为她派飞嘛 所以派飞的前前后后期都有筛检 啊 因为你知道她出去之后 然后回来都会要筛检 那筛检的同时 他们还会有一些 呃 这个居家隔离啦 就是所谓的自主隔离啊 自主健康管理跟居家隔离啊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男机师到处跑吗 他就是在5到5加9的这个5天 那个时候呢 到处跑 那OK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她要出来之前 其实也都会要去筛检 她的筛检呢 都是阴性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 事实上是还蛮特别的啊 所以呢 她说呢 这边是庄人强的说法啊 她说呢 呃 一直到10月1号 她的PCR筛检都还是阴性 10月5号呢 变成阳性 那变成阳性的时候呢 她的CT值是33 所以看起来 哎 好像是已经 算是是不是感染蛮久了啊 所以呢 她的CT值才会那么的高 但是呢 在燕 还是阳性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更怪了 CT值变成22 变低了 看起来呢 就属于那病毒量很多的啊 所以呢 呃 包括中间说的 N抗原是阴性 S抗原是阳性 等等等 显示出来的庄人强 说代表她刚刚发病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 就新年都是阴 后来是阳 阳的一开始呢 33 显然是只是刚刚开始 而不是已经发生很久 后来呢 病毒量变大了 哦 那所以呢 等于是 刚刚发病 那刚刚发病呢 到底是她派飞 因为她派飞蛮多地方的啊 所以坦白讲 我觉得基础人员这段时间啊 因为有一些 呃 被突破的破口啊 所以呢 大家对于这些啊 这个破口有点批评 但就整体的基础人员来说 蛮辛苦的 坦白说 他们是蛮辛苦的啊 所以呢 应该给他们更多的体谅啊 那对于 当然目前疫苗是都够 过了啦 哦 那他们这个呃 富的女技师呢 她就是呃 飞安克拉制 哦 也飞了新加坡 哦 所以呢 这个到底是哪里啊 这个被传染的 目前呢 还在厘清当中 但是也显然的 美国不用讲 现在疫情是还是全球最严重的啊 那新加坡最近这段时间 疫情呢 开始升温 好 那这个部分啊 是我们比较值得注意的啊 那因为它是Delta病毒啊 这个今天最新出来啊 它的这个相关的基因定序 确定是Delta病毒啊 那所以呢 这个呃 我们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当然它的一些邻近的啊 这个接触过的还是要稍微注意 尽管目前看起来 嗯 这个职场接触者都是阴性啊 这个家人也已经居家隔离了啊 但是啊 对于我们来说 在施打疫苗 希望的同时了啊 那当然也还是要注意 他会有出现逃脱的状况 只是他的症状 看起来就红 就还好 相对轻症 没什么感觉 好 回到啊 蓝薰时经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 这个国际的疫情 还有台湾目前的最新的状况啊 那目前这些状况呢 就是在昨天啊 有位女技师啊 她是莫德纳突破性的感染啊 这个被她把她归类成境外移入 那因为是delta的关系啊 所以呢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所以目前的话呢 她呃 有两个孩子啊 所以有两个国小呢 因此呢 预防性的停课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稍微要提高警觉一点 那我们刚讲到呢 这个打了莫德纳两戒 还是会这个突破性感染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 就是轻症 或者甚至是无症状啊 那所以还是有机会啊 这就尽量打啊 那在今天的话呢 好消息是BNT又来了啊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郭台铭在昨天晚上啊 这个脸书上面已经有些预告了 呃 这个今天清晨是80万到90万计的莫德纳呢 不是莫德纳是BNT啊 这个到台湾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金明两天连续又是会呃 有两波啊 这个到货总共大概有160万到180万计的BNT啊 所以呢呃 也不过才是一两个礼拜前有148万计嘛 那现在又有160几到180几万计 所以加起来大概有300多万计的BNT呢 可以陆陆续续到货啊 所以呢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 呃有关于打BNT呃的疫苗 呃已经陆陆续续的年纪呢 是呃先打完年轻人了嘛 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打这个长者 那长者本来是从60呃就从75岁 那现在开始往下降 所以呢在昨天的话呢 已经有63岁啊 这个左右以上的啊 这个长者呢都可以打到疫苗了 啊所以呢陆陆续续如果都顺利到货的话呢 应该就会继续年龄层往下 就是先是下之后呢 再往上上之后再往下 从而言之啊 总而言之就是呢 呃这个若你有登记BNT的话呢 嗯就是抓住这样的一个进度 但是呢就呃应该啊 就是会会蛮顺利的了啊 所以呢在昨天 呃防疫中心的记者会里面就有啊 这个陈志东就讲到说 呃大概什么时候啊 可能可以呢降级解封啊 他也真的就是第一次呢 算是漏了比较松口了啊 他说呢目前看起来 台湾的疫情呢在掌控中啊 如果第一剂的疫苗的覆盖率可以成功的啊 这个达到七成以上的时候 就可以讨论呢 呃这个降级 那我们现在是二级嘛 啊那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七成 那什么时候大概七成呢 指挥中心预估 十月底就可以达到七成的覆盖率了啊 所以呢呃等于是月底 十月底啊这个疫情呢 就可以降为一级 好但是呢一般来说的国际在讲述的覆盖率 都比较倾向于是打两剂了啊 那所以对台湾来说 呃将到一级还是有一些些许的啊 这个呃要注意的地方啊 那就是不论如何啊 就总的也就想就是在生活经济上 然后跟你这个疫苗的施打状况呢 尽量求取个平衡点吧啊 那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了啊 但是呢疫苗真的如果可以快的话呢 你当然看到说这个连两剂都会呃 这个突破性感染的话 那当然一剂的话呃可能也就是 作品没有好只能这样讲啊 但是就是还是哦 这个尽快呃让这个疫苗哦 这个到货量可以来的更好 更快而且更平均啊 因为现在BNT到的很快哦 但是呢另外的话呢 最慢的可能就莫德纳了啊 但是呢呃陈志宗说啊 这个近期之内呢 莫德纳也会有好消息 OK好所以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就有关于呢 这个台湾 今天呢啊这个疫情 疫苗这个相关的消息 还包括呢这个大家共同的防疫啊 很辛苦很努力 而且一切如果顺利的话呢 月底的时候可能可以迎来好消息 在11月份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的再降级一级 好那这个部分是今天看到的相关疫情消息 那接下来一样看呢就是欧美股市 好欧美股市呢 昨天上扬了 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都是红红的 不过欧洲不是了 这个欧洲呢等于是美国 跟欧洲呢是两样勤的 我们先到美国开始看起 好在美国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102.32点 收在34416.99点 涨幅是百分之零点三 那上指数上涨68点零八点 收在14501.91点 涨幅是百分之零点四七 S&P500呢上涨百分之零点四一 另外呢飞虫半导体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六 好那这个欧洲的股市呢 三大指数则都是今天是下跌的啊 这个德国呢下跌了百分之1.8啊 这个我看看呃1.46 那英国呢跌了百分之1.15 法国呢跌了百分之1.26 好那这个呃欧洲呢 这个下跌最主要啊是因为他们对一些通膨的疑虑了啊 好那还包括了这个天然气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呢 今天飙涨飙涨了百分之二十五啊 所以这个涨幅真的还蛮大了 好那所以突然间涨那么多 所以呢呃带动的当然是其他的啊 可能担心的呃物价飙涨 然后的话呢就是一些通膨的疑虑啊 所以导致了他们担忧哦 这个全球经济的复苏会不会因此受到阻碍 所以普遍性的啊 这个在欧洲的股市当中呢 今天都收跌 好那这个说到呢 相关的啊这个通膨是让台湾在今天我看到的 他们也公布我们的政府啊 也公布了相关的通膨的指数啊 就是我们的物价指数了 我们的物价指数 坦白说也啊 这个标新高啊 这边讲到CPI啊 我们又破了就是核心物价指数啊 又破了警戒 呃这个是在足迹处昨天公布的数字啊 呃年升率比起去年同期呢 升了百分之二点六啊 我们曾经讲过一般哦 大家都知道啊 像美国他们就觉得呢 如果物价啊这个标涨 这个联准会的任务呢 就是把这个CPI控制在百分之二左右啊 所以呢超过百分之二的话呢 实际上都会有点担忧啊 你就去了解它的原因是什么啊 那呃这段时间当然是美国来说是撒币嘛啊 这个这个整个链花宽松 但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也就带呃等于是美国的资金溢出来了啊 这个也连带的影响 那台湾当然也有自己本土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总而言之 目前的一呃物价的压力是大的啊 那这个创下八年来的新高啊 那包括了除了我们一般的啊 这些生活用品啦 呃油价也是中间的涨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 所以呢这个官员担心啊 这个油价如果持续飙涨的话 我们刚看到了 这个不只是先前在讲到的关系油价 呃在欧洲来看的话 是天然气啊 也跟着飙涨百分之二十五啊 所以呢如果说这油价啊 天然气啦 而持续性的涨的话呢 就可能就会导致呢 输入型的通膨啊 所以我们本来自己本身呢 就有一些通膨的压力了 呃这些呃青菜啊啊 这个呃这个蔬果啦啊 这个猪肉啦等等 那有些是因为季节性啊 或是台风的关系啊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全球一种拨都有啊 这个大宗物资啊 油价等等等 而这个部分呢啊 带来的这些通膨的压力 所以不管是本土的 再加上输入型的啊 可能压力来的更大 当然重点在于当你的薪资啊都不涨 尤其是疫情又没有办法 让经济呢 能够顺利的啊 这个正常的运作的话 有些还面临可能的减薪啦 减斑啦 而裁员啦 啊这个嗯 五薪价等等 这个压力是真的很大的啊 好 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欧洲 而股市下跌的最主要的原因 马上再回来 好回到啊 蓝薰时间啊 所以刚刚讲到呢 这个欧洲的股市下跌 最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啊 这个大涨呢 事实上呢 25%啊 只是他们最后啊 这个结果在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呢 是飙涨40%的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还是因为呢 普丁啊 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 他发表谈话 他说呢 他会提高对于欧洲的天然气的供应量啊 所以呢 才让啊 这个盘中啊 这个稍微的压力舒缓一点 那事实上呢 在过去这几天 其实就有点像是中国大陆的限电一样啊 那这个欧洲的天然气啊 跟着相关的一些电力的供应啊 呃 就是呃 石油了啊 那事实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所以在他们的能源供应上面来说的话呢 也是啊 在这个今年秋冬面对了一些呢 担心呃 冬季断气啊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再次发生 那事实上呃 在过去在欧洲不是没有发生过啊 那当然一部分的话呢 是因为全球的这一次 像是这一次 有一些疫情的呃 因素呃 这个产业链中断等等的因素干扰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嗯 等于是怎么讲 就是可能比较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 不可测的因素 但过去的话呢 在欧洲的断气 有些是地缘政治的紧张啊 那就是呢 俄罗斯 他就是掐住他们的脖子啊 那因为彼此之间的一些战略问题啦 呃 外交问题啦 那然后呢 他就是减少供应啊 或者甚至有些时候呢 就扬言啊 这个中断供应 那OK 所以呢 这也是北约啊 这个紧张的一些原因之一啊 那所以这一波的话呢 除了全球疫情 我们刚讲到了一些影响到的啊 这个经济上的人员上的一些供应啊 这个之外 事实上呢 他们也认为俄罗斯呢 的限制供应啊 是这个欧洲天然气费飙升的原因之一啦啊 那但是不管啊 总总而言之呢 普丁趁这个机会呢 也居然是放松了一点点 OK好 所以他昨天呢 呃 这个宣称啊 他们的这个提高可以缓和欧洲啊 遭到的这个全球能源紧缩的冲击 又很像是要做好人的感觉了啊 那但是背背景我们刚分析了啊 那未必或许呢 事实上呢 也是他先前阻碍 才导致了目前的欧洲状况 那不论如何 目前看起来从中国到这个 到欧洲 事实上呢 这一波的能源危机啊 这个距离结束啊 可能还 还远的了啊 那就说俄罗斯啊 这一波呢 放松一点点 是不是足以啊 这个因应啊 目前的这个状况 因为目前的话呢 量少了 所以相对来说的价格飙涨啊 像是呢 英国天然气的期货价格 今年到现在为止 就已经飙涨了 百分之四百以上啊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 呃 惊人的啊 所以呢 不只是量不够 可能导致可 呃 到最后可能是 缺电没有办法供暖啊 另外的话呢 价格飙涨啊 这个价格很高 也是另外一个 所以目前的话呢 事实上呃 包括欧洲 包括中国 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也有量的问题 也有价格的问题 那呃 就欧洲来看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比方说呃 这个法国 法国的话呢 是罢工正在进行中 那他们这个罢工呢 又是再次出现的是 黄背心啊 就当初的呃 一些工人啊 他们呢 就是抗议啊 就是相关的一些 电价涨啦 交通啊 最主要是交通油价涨等等啊 所以他反映出来的呢 是呃 能源的紧缩 对于一些呢 呃 贫富的差距 其实造成相当 就不一样的冲击啊 对他们来说的话呢 就在郊区啊 比较远 那如果说呢 这个啊 交通价格涨的话 事实上呢 生活压力是很大的啊 所以呢 这个黄背心运动 事实上在啊 法国已经形成相当程度的政治压力啊 而且呢 并没有缓解啊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再起来一次啊 所以所以呢 这一次呢 法国的罢工啊 除了黄背心也 呃这个扩散的更多啊 所以呢 这些罢工呢 造成了连核电厂啊 都是非计划性的停电了啊 所以呢 这又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又是呢 另外一根稻草压了上去啊 所以压力更大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昨天呢 欧洲的电价呢 再次上涨的原因 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讲到了 这个普丁啊 他说他要提供更多的天然气 那同时美国呢 也担心这个全球呃 如果说能源上涨的话呢 对于整个经济复苏来说 是一个负面因素嘛 啊 所以呢 这个昨天啊 也有消息啊 这他们的能源部长说 要考虑呢 释放出政府的战略储备的原油 好 所以呢 来抑制呢 这个呃 这个汽油的价格的涨势啊 所以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我们刚讲到除了欧洲啊 这个股价是嗯 跌的啊 之外 事实上呢 在油价的部分啊 呃 是上是上涨的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就顺道看一下油价了 这油价的啊 是下跌的 因为呢 他们决定要提 呃 提供更多的供应嘛 啊 所以呢 这个在纽约部分 是下跌了1.9% 输在每一桶77.43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泰原油 下跌1.6% 输在每一桶81.08块钱美金 好 所以呢 这个等于是 呃 油价天然气不断的啊 这个价格飙高 所以呢 现在开始啊 有一些呢 呃 技术性的策略性的 要想办法要降低啊 这个油价 降低呢 这一波能源危机 好 所以呢 这部分是在啊 股股市啊 这个同时 我们先讲到跟这个油价天然气的状况 因为这是这段时间以来看起来呢 对于经济看起来啊 是一个蛮大的新的变数 会造成多大的打击啊 对中国大陆来说 对欧洲来说 我觉得蛮值得观察的啊 啊 OK 所以呢 这是一个 那就就美国来看的话呢 美国的股市呢 今天是红通通的了啊 那为什么呢 有好消息呢 几个原因啊 一个就我刚刚第一个讲到的 美国呢 呃 考虑要释出呢 战备的原油 哦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呢 对于经济来说 当然就是好消息 好 那但是呢 对能源类股来说 当然不是了啊 那所以能源类股呢 昨天是下跌的 OK 好 这是一个 那再一个的话呢 是一个地缘政治啊 美中之间关系的舒缓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对台湾来说 也是最近啊 这几天的高度关注的啊 因为美中之间的啊 这个紧绷 导致了最近这段时间呢 这个共激不断的扰台啊 那前几天的话呢 最高价次来到了56价次 这个真的是还蛮多的啊 那几天下来呢 150价次啊 这个三天之内吧啊 所以这部分呢 导致了连拜登啊 不是也都是开口了啊 这个要求习近平说 你不是允诺了吗 要遵守呢 台湾协议啊 那所以这个话题的话 我们昨天也讲了不少 我看今天后续啊 大家也都是提出 跟我一样昨天的质疑啊 那就是啊 什么是台湾协议啊 没没听过啊 那他的英文直接讲的是 台湾agreedment 那到底指的是什么 呃 就我们可理解的 昨天也讲过了 可能是美中三公报啦 可能是台湾关系法啦 但比较可能是比较倾向于 美中三公报啦 因为呢 呃 拜登在讲是美中之间 对于台湾问题 台海问题的默契嘛 那是美中 那呃 就比较紧啊 那呃 跟台湾有关的呃 默契就是台湾关系法 那台湾对台湾就稍微有利一点 包括包括 比如说军售啦 等等等 最担心的就是说 我昨天讲 会不会在电话里面 90分钟讲出了一个什么新的默契啊 新的agreement 我们不知道 那就比较爽脑筋了啊 那希望不是 那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呢 美国国务院啊 这个在昨天稍晚 显然有这个压力 大家不断的问啊 所以他们讲到呃 他并没有说拜登的台湾协议就是什么什么 但他又讲到说 我们美国呃 希望能够遵守的是三公报 所以应该就是原来的概念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来 时间啊 那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背景 跟台湾的这方面所关系呢 重点是要讲说呢 在今天看到到了美股上扬啊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美中之间呢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可能的会面呢 哎 有消息了 有眉目了啊 这个昨天呢 才在讲说啊 因为在这个电话里面 他们也讲到说拜登提议啊 但是呢 事实上呃 习近平并没有啊 这个非常热情的回应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各自啊 这个苏利文跟呃 杨洁实也因此啊 这个在瑞士见面嘛 大家才关心啊 他们是不是要去撮合呃 这个去部署啊 这个两个人啊 这个这段时间来的见面 但是哪个场合好呢 哦 所以在讲到说10月底的时候有G20啊 但是事实上呢 习近平并没有打算要去参加啊 这个实体参加那么一个会议 所以呢 拜习会啊 这样子一个状况 尤其自断时间 虽然看得出来美国开始慢慢慢慢的啊 也释放出一些呢 比较缓和的消息 尤其在贸易当中啊 但是呢 台湾这个部分的话呢 又让拜登昨天出口啊 呃 这个点了一下啊 这个习近平啊 所以到底呢 两个人呢 可不可能呢 会见面呢 好 所以呢 这个最新消息出来了 这个白宫也证实 他们两个会采取线上视讯会议啊 所以呢 也不要说在哪里了啦 因为本来说是会在第三国啦 这个第三国如果在瑞士的话呢 是不是跟这个美俄见面是一样的啦 那今天还有这个日本媒体啊 呃 也来缴获 他们说他们得到的消息啊 说这个很可能 呃 这个习近平啊 他会在访问非洲的路上呢 顺便去拜访拜登啊 所以呢 就变成他化被动为主动啊 由他来出击 所以呢 对于这个美中啊 这个领袖见面来说的话呢 除了见不见面 谈什么问题之外的话呢 谁主动 谁被动 呃 在哪里啊 然后呢 其实也都很多很多啊 这个外交当中的啊 这些呃 妹妹嘎嘎啊 这个你来我往了 所以干脆啊 这都不要了 那就直接呃 视讯会议就在线上啊 就没有什么地点上的问题啊 也是也是新的一个提议 好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 应该就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提议啊 就用线上会议在年底前 两个人会进行线上磋商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在昨天呃 美股呢 就啊 这个被激励啊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呃 详细的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讲啊 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呢 是美股呢 看起来昨天也表现不错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自己本土的问题 那就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危机的问题 好 本来的话呢 昨天是要表决 那但是呢 共和党方面啊 他们呢 又呃 本来啊 就是说想要延后了啊 就延后呢 不打算进行表决了 那但是呢 在不断的磋商过程当中的话呢 少数党的领袖呢 麦卡奴啊 他软化了 他表示啊 还最后还是没有表决 但是他表示 可能会愿意支持 把这个债务上限呢 也延后啊 延后到12月 呃 都用时间换取空间了 就是说都呃 还没有真正达到彻底的解决 但就把时间延后 那这个延后的时间空出来之后的话呢 希望能够通过更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所以呢 等于是怎么讲 占解燃眉之急吧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呢 就连连串的啊 这个包括呢 占被除油的话题 包括呢 这个美中啊 这个拜习会 在线上会云端见的消息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 美国联邦政府啊 这个的债务危机往后延了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都在今天早上啊 这个激励了啊 这个美国股市啊 因此上扬 那还有一个呢 是在明天应该会有政府公布的啊 他们这个正式的数据吧 那今天的话是礼拜四啊 民间的啊 adp啊 预预告性的 我们提到过9月份的就业数字啊 所以呢 这对于观察美国的经济啊 呃 是否真的呃 很好的复苏 那接下来还会采取什么相对应的策略啊 这是很重要的 目前的话呢 adp所公布的就业数字很不错 56.8万人是新增就业高于市场 预期 那所以呢 就业看起来是稳健的增加啊 稳健的成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算是呃 美国相较于美呃 中国目前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稳健啊 但是因此他退长的步骤啊 应该也会要循序渐进了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 是呢 我们刚刚讲到几个大的因素啊 好 那进到比较呃 每一个重点因素当中的内容了啊 有关于这个嗯 美国自己的联邦政府在务危机这个部分 我看最近拜登真的有点火大了啊 他最近讲话很不客气啊 连续批评呢 这共和党虚伪啊 这虚伪已经很重了 而且很危险啊 就让美国陷于险境 而且可耻 这话已经讲到这种程度 然后呃 这个除了叶伦出来讲说 如果这个美国呃 出现在务违约的话呢 会呃有 嗯 不可预测的危机啊 甚至他讲说美国经济会崩溃 那是从财经角度讲 昨天的话连美国的国防部长都出来料话了 我讲到说如果美国政府在务违约的话 经济实力影响到的会造成国家安全的危机 哇把这个呃 危机层再拉高到国家安全了啊 所以会知道说刚才讲到呃 共和党的少数领袖是什么态度软化啊 也我想跟这个民主党的攻势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呢 这个是美国的党内啊 国内他们的这个政党之间的呃 角力跟斗争 之所以要讲这个蛮重要的是其实对于拜登对外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呃 态度的鹰派或鸽派跟他在内部当中的权力稳固与否非常重要啊 因为目前整个的美国呃的气氛 或者说全球了啊的气氛 在西方世界的气氛多半是反中 那所以呢 你如果说你自己的权力越稳固 你比较能够去抵挡抵挡国内的鹰派啊 这个要求反中的声浪 但如果说你自己的权力不稳 那不好意思 你可能就必须要去跟这些鹰派的人妥协 所以呢 你会看拜登一开始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那当他很有余裕的时候 他就可以开始出手做一些他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外交老将 老兵的一个比较缓和的啊 这个呃 软硬兼有的态度 但当如果说他的状况比较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对这些人妥协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其实 呃 对于呃 就像明年中吧 就要其中选举了啊 那这个其中选举看起来 川普不断的在号召啊 这个共和党内的人要再起 那所以呢 对他来说的话呢 其中选举是一个他呃 再次挑战拜登的暖身而已啊 所以呢 呃 拜登他可能必须要去思考一个 如果是这个气候成真的话 拜登有可能是才当一任 又要去面对一个呢 到底是不是可以连任啊 来去川普的挑战啊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都会是我们看到美中啊 整个大战略的起伏 或紧或松或软或硬啊 这个呃 音中带有多少歌歌中带有多少音啊 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了啊 ok好 所以这是讲到国内 那至于呢 再讲到刚才提到的美中之间的战略啊 那到底呢 习近平跟拜登两个人会谈什么呢 呃 其实呢有一个观察点那就是昨天苏雷文跟这个呃杨洁篪两个人对谈的内容啊 在今天很特别的是我看各个媒体国内外都有大幅度的报道啊 其实显然双方都乐意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关心什么话题 好回到蓝薛时间啊 那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是呢 苏利文跟这个杨洁篪啊 他们在嗯 瑞士日内娃这个见面 他们谈了什么啊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当然我们说在半年多前 他们在阿拉斯加的谈话是不安而散的啊 但是在今天的话呢 因为看起来 因为他们两个人见面就是要去谈不少沟通不少呢 接下来如果说呢 两国元首见面的话呢 有什么是彼此之间关心的话题啊 那所以看起来嗯 就是还蛮理性平和的对话啊 那这这边讲到说呃 索利文啊 他说他对杨洁篪提出啊 美方有兴趣跟中国大陆共同合作 我想这些讯息都对台湾来说蛮重要的 军医对台湾来说的话 呃 我们如果说呃 孤注一直的在美国身上的话呢 也不要过度天真的以为 美国跟中国大陆 就是死命的对抗到底啊 就是他中间真的就是我们刚刚分析到的啊 会是由然有应啊 两手策略的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抓住自己啊 灵活的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的问题 不要被卖的都不知道啊 我想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重点啦 好 那这个Solivan呢 这个对杨洁篪说 呃 有兴趣跟中国合作 那要因应呢 这个跨国的挑战的领域 都希望啊 来共同合作 再有一个呢 他讲到说希望管理美中关系的风险 所以这一次我昨天不断讲到说 所谓的管理啊 这个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对台湾来说也要去管控我们可能的风险啊 那当然我们能够操制在极的 或许没有美中来得多 他们的两大强权对台湾影响很大啊 但是某个程度还是必须啊 就因为美国还是有有有有有求于我们的部分嘛 比方说台积电 比方说半导体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能够去 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支点啊 可以称起我们自己啊 台湾的重要性 跟替台湾争取更多的利益了啊 那因为你会发现的这个苏利文啊 他一直不断的强调要去管理美中关系 那怎么管理呢 就是意思说就算有歧见 也要能够是可被控管的 可被掌握的嘛啊 好 那这个但是当然苏利文也表达了啊 这个对于中国在人权啦 新疆啦 香港啦 南海以及台湾有关行动的关切 呃这个我觉得现在已经变得有点像双方讲话的套组了 一套 就你一定会要讲一些人权啊 这部分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通讲完啊 之后的话呢 其实都有另起一个新话题啊 来试探彼此之间的合作跟接受的可行性 好 那这个苏利文还表示说呢 他们会不断的投资自己的国力啊 那但是要跟盟友跟呃 在跟盟友跟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跟中国继续的来高层接触 以确保呢负责任的竞争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但是呢对杨洁篪来说大概他们也希望啊 这个因为明年我们也讲到了 这个习近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关键点嘛啊 那他也希望整个的状况啊 中国大陆是一个维稳的情形 所以呢在经济这一块目前看起来已经面对一个 他们正在整顿因此挑起的一个相对的复杂跟艰困期啊 所以政治相对来说如果可以平稳当然最好啊 那但是他也因此他回过头去讲说 合作可以啊 但是他不认为双方是属于这种激烈的竞争啊 因为呃这个苏利文说是要确保负责任的竞争嘛啊 但是杨洁篪说他们并不是一个那么高度竞争的关系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OK好所以呢这个铺成了啊目前啦这个算是这段时间以来比较高层的第一回合啊 所以气温还不错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想应该还会有一些继续啊 那包括了美中的贸易谈判也是嘛啊 那接下来才会一路升到最高潮是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的线上会议好 所以这段时间啊这个相关的话题都会变得很重要 那包括台湾啊这个问题好 所以台湾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不只是啊 这个昨天拜登开口谈话了 包括呢像是欧洲国家呢 现在对印太的议题呢也都是不缺席的啊 都要那事实上当然这一次也跟印太也跟欧洲有关了 因为呢目前呢在南海进行中的呃这个相关的军演事实上呢 呃包括了国家的很广泛嘛 包括什么美国日本澳洲这些都算是印太的啊 这个但是还加进了什么英国荷兰都在里面啊 所以呢总共有六个国家在南海呃这个演习 那接下来的话呢 十月下旬中下旬又跟日本啊 要在东海演习 我想这是为什么呃这个共击而不断的飞到这个地方来的原因啊 所以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啊呃中国的存在 那ok像这些部分的话呢都是呃这个原因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未来啊这个部分怎么呃欧洲对欧洲来说的话呢 当然就是呃很知道啊这个印太的重要性 所以包括第一个德国的外委会的主席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国会啊 这个外委会的主席呃呼吁啊新的政府啊 德国的新政府呢要呃重视啊印太地区 而且呢面对台湾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英国的外交部 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 他们呢也呃这个表示啊这个对于目前看起来 呃印太地区啊 的重要性已经日益的重大 好 那他们也说他们呃希望呃能够来 嗯展现啊这个对于海峡两岸的人民 是不是可以进行建设性的谈话啊 能够呢推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啊 希望能够有一些贡献也这样子期待喔 所以这个显示出来 就是国际之间市场都关心台湾 或者说台海背后等于是中国战略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布林肯昨天也是接连的被媒体追问 这个相关共激扰台 还包括了拜登的台湾协议到底指的是什么 但还并没有直接解释 他只是再次的强调 美国会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 好 所以这是这一部分 那事实上呢 OK回到台湾了 台湾事实上也都是这个相关的话题 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头有报道的是 拜登说这个要求提醒 这个习近平说你允诺过台湾 台湾协议这个部分你要遵守 然后这边中国时报报道的是 蔡英文这个政告北京 就是说要克制避免擦枪走火 那OK他就说 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说 他现在走火不见得真的开枪了 就是相互接近啊 但是重点在于说彼此之间的关系的紧绷 那所以呢 秋无国正也说 这目前的情势是他从军以来最严峻的时刻 我觉得这个状况 我觉得有两点蛮值得注意的 就有一个就是讲到说 有关于所谓的台湾 agreement 那是原本所谓的三公报 那三公报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讲 就是一中政策啦 美中建交之后 他们有陆陆续与几个公报 讲到的都是 在美中建交的状况底下 中国要求美国允诺的是 他接受一中政策 没有所谓的什么一中一台 什么等等等 两个中国没有这回事 那但是呢 而且要求他们的不干预 他们的内政 那OK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他就是他理解 这个一中的政策 大概是这个内容啦 那所以 但是和平这件事情 是一个基本的要素 尤其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有特别提到 那OK 我想这个部分是 基本上的调子 但是有没有新的谅解 新的默契在 拜登跟习近平的电话里面形成 我说这是我们要关心的 那再一个的话呢 就讲到说 这个所谓的 整个目前的状况 是不是会误判情绪 那台海之间 是不是可以有 这个新 有自己的默契 我想这是 另外一个蛮重要的话题 OK好 所以呢 这个是有关于两岸之间 那自由时报 投票投票报道的也是这个 就是台海 好 那我想另外的话呢 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 输入性通膨 这个对台湾来说 目前来讲啊 这个 除了我们不断的讲到 美中台关系之外 大家真正啊 这个生活上面很有感的会是 疫情跟民生经济啦 那民生经济的话呢 那就是物价啊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呃 物价标啊 这个CPI年增率是2.8%啊 所以政府对于 平易物价这件事情来看 必须要有一些因应 那尤其对于输入性的通膨的话呢 该怎么去面对啊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是蛮重要的 好 这也是呢 今天这个相关的话题 哦 OK 还有诺贝尔和平奖 不是和平奖 化学奖 我们这几天都来不及讲 这一次的话呢 呃 这个 他们的得奖 是来自于环保的催化器的发明 OK 我们时间到了 面见 拜拜